为什么要在日本学中国文学呢 因为是一起在国内 日本反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学研究的更加深刻 为什么要在日本做中国文学研究这个话题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所以有很多的中国的古籍 其实就是所藏试在日本的 结论上来说就是像比如说 自道文库就藏了很多中国的一些古籍 在研究中国文学这个圈子来说 其实在像中国也好 日韩都是有的 但是可能做的最好的还是日本 因为资源在这边 来日本研究中国文学比较多的 能见到的都是一些 对中文本身就感兴趣的同学 比如说可能就像我们的大马销的 T.A.老师方老师 他就是南大就是做这一块的研究的 但可能到日本之后也是继续这一块研究 所以说就是在文学专业 就拿出来说的话 在日本还是挺好的一个专业 然后刚刚还提到 不要觉得喜欢看小说 喜欢看JPR 就可以去研究文学了 但是这些东西也不是一定不做 就是像我们这边杨老师 你们可能观众同学们都知道 他就是作为一个静淡的 寒寒的一个研究 小说也不是完全不能研究 更多的可能还是再往前走一点静淡 然后甚至于古代 当然这个是说研究的内容 如果说笔试的内容 文学笔试的内容 可能就偏向于我们更老一些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试关自己的健康 有点的事